謝謝倫文老師所帶領的我們南民國小的弦樂團 為我們在今天的一開場 就為我們帶來這麼動聽的樂曲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邀請的就是南民國小的校長 是 可不可以來給我們的孩子勉勵幾句 上來來 好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南民國小校長 不管是哪一個學校呢 國中小 在學校裡面都有一些特色課程 那在我們宜蘭縣呢 這四個學校有音樂班 南民國小跟我們北城國小 那校長呢 剛才聽到一定有一些話想要跟我們的孩子們說 所以利用這個機會可以輸一輸 給我們孩子勉勵一下 謝謝惠君老師 我們處長 還有與會的各位校長 還有各個學校的家長們 還有今天一起來關心 我們音樂演出的貴賓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其實應該是由處長來說 但是我有一個功能 就是小朋友在換場 我需要出來電檔一下 應該是第八年 雖然我在南民是第七年 不過包含選上的前一年 我其實來這邊看到第七年的音樂會了 南民國小的孩子們 應該在我們所有異才班的團中是最小的團 大家可能不知道 選樂團要參賽喔 最低人數是十個人 沒有到十個人我們沒辦法參賽 大家剛剛不知道有沒有數一下 我們只有十一個人 但是我們不管在縣內 縣外的比賽 獲得評審的一致肯定 小而美 非常精緻的演出 其實我們是在非常辛苦的狀況下 因為我們的孩子 演奏了三首不同的曲弓 有古典的 有令人震撼的 所以還有日本的 宮崎駿的一個霍爾的移動城堡 有三種不同的曲弓 我想一個孩子可能只能產生一個音符 但是一個團隊可以有美妙的樂章 你不得不為這些付出很精彩的孩子 給予熱烈的掌聲跟賀彩 你怎麼能不愛音樂 因為有他們長期在這邊的努力付出 讓我們的音樂可以不斷的綿延延續 再次代表我們學校 謝謝今晚立臨的貴賓 也祝福今晚的音樂會順利成功 謝謝 謝謝 謝謝校長 我找你找對了 哇 校長我真的是佩服 校長不愧是在學校長說話 我們的位置排好了 校長才結束他的說話 真的是太厲害了 在這裡謝謝南京國小夏明義夏校長